上回我们说到,朱基一见到汉小龙,就有点怪他一样,你搞什么鬼呀,这么快就回牧场,这么久都不肯出来,搞到我想找人聊天都没有。 小盆即时很会做,对他们两个说,我还有事,要出外面行下,母后你陪汉太傅聊天先,说完之后,很曖昧地看着他们两个各自几眼,然后就即时跑出去,汉小龙几乎想把他扯回来,因为现在最不想的事,就是跟朱基单独相对, 朱基看着他几眼,突然说,你和不慧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呢,你当日出事回来之后,我就看出,你这个人总是有点惹感,而且,看不慧时候的眼神也很奇怪,我太清楚不慧了,为求成功不择手段, 当年把我送给大王,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白人才对我说,要和我永不分离,晚上,我就完全属于另一个男人了。 唉,少龙,你会不会怪我恩怨不分呢? 这句说话只有汉少龙才听得明白,因为现在,朱基小盆和雷不韦三个人的命运,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大家都挂了勾。 雷不韦固自然,要倚靠朱基和小盆,这个皇位的继承者,明正言顺地总览朝政。 但是朱基两母子,也要靠雷不韦,来对抗秦国国内,反到他们母子的大臣重将。 更加因为小盆,是雷不韦的私生子的谣言,现在正是满天乱飞。 如果朱基这个时候,恶手朱除了雷不韦,由于那两母子,在秦国朝廷根基薄弱, 没有了雷不韦,小盆又未正式登上帝位, 他两母子的地位,就非常危险,随少会被人推翻。 黄少龙倒下头说,我怎会怪太后呢? 你还记不记得,我离开寒丹乌家堡的时候,曾经对乌老爷说过, 只要我朱基一日还有命,一定可以补到你们乌家,荣华富贵。 这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笑龙,你放心好了。 杭少龙听到忍不住心中感动, 难得朱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念着旧情。 朱基忽然说, 昨日,陆公徐仙,还有王陵,三人联名上奏, 拆封你为御前的都旗统领,统述咸阳一万贴旗城位,负责旺城安全。 因为不畏的反对不了了之,我又未知你的心意,所以不敢坚持。 想不到,秦国军方最有权势的三个人都这么支持你。 笑龙啊,你不可以再躲起了,我和小正都要靠你在身边的。 啊,杭少龙听到不敢大感恶言, 难道随先他们已经收到他和吕不惠的不和消息? 朱基根又说, 你这个人呢, 唉,自己不喜欢功名利禄就算了, 难道连污府的存亡都不放在心里吗? 杭少龙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朱基言下之意, 就是如果要在吕不惠和他之间作一个选择的宁愿选他, 如果他能够代替吕不惠去巩固他两母子的权位, 那吕不惠自然就可有可无了。 但是他知道, 吕不惠绝不会这么容易被推翻, 这个早就已经写在中国所有史书上面。 但自己也不能够这么轻易放弃, 于是他猛言领头说, 多谢太后台爱, 朱基不仅跟着脸一红, 低头说, 只要你不将我当成外人, 那朱基就心满意足了。 杭少龙虎笑着说, 我从来都没有将你当成外人, 只不过, 大王对我印心疑重, 我, 我怎么可以, 朱基上眼忍如露出很幽怨的神识话, 人家难道, 日日一时半坑, 可以忘记他的恩宠吗? 那日你在大王林中前说的说话, 我都猜到一点, 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我现在还不想知道。 少龙, 希望你体谅一下我这个苦命人。 杭少龙越来越发觉, 朱基这个人不简单, 想起路外, 心想, 应不应该再向灵魂挑战, 预先向他警告呢? 就在这个时候, 门卫突然来传播说, 由上国吕不韦求见太后, 杭少龙听到几乎要逃之夭夭, 哎呀, 怎么会这么冤家怒诈的呢? 有关路海的说话, 他当然都没办法再说出来了。 只见这个时候, 一身观伏的吕不韦, 神彩飞扬, 龙行虎步地, 走入了朱基的慈和殿, 杭少龙立刻起身行礼, 吕不韦的气魄比以前更厉害了, 双眼掃射了杭少龙一尺, 微微点头, 好啊, 趁黎高兴, 又见到小龙了, 哈哈哈哈, 虽然只是普普通通一句话, 但是里面藏的意思, 他就真的好像针那样可以刺身人的, 这句话, 其实暗暗扎递了杭少龙不告疑扁, 不将朝廷锋的眼内, 也都暗暗讽致他, 而家居然还有条命, 跟着他才逆转向朱基行礼, 但是并没有下跪, 显然似着自己和朱基关系特别, 渊源深厚, 所以不用当自己下臣, 雷不韦坐在汉少龙对面说, 现在我大秦正直飞上士气, 无耻之背, 蠢蠢欲动, 意图不轨, 少龙啊,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就留在咸阳啦, 我或者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汉少龙立刻点头答应, 心想, 雷不韦果然懂得玩手段, 你用危机做压力, 令朱基两母子都没办法不倚中他, 雷不韦跟着对朱基说, 小龙跟太后聊什么, 聊得很高兴啦, 只是这句话已经显出雷不韦的焦煌啦, 如果轮到尊卑上下, 他这个幼丞相, 哪有权力来管太后的事呢? 但是朱基只是淡然地说, 我是想问一下少龙的近况而已, 雷不韦眼中就闪过路易冷硬的嘛, 小龙, 你先去避一阵, 我和太后有紧要事商量, 杭少龙听到忍如心中暗怒, 这样分明向自己带下马威, 暗示他没有资格参与他和朱基的物仪, 他正要退开, 朱基忽然说, 少龙不用走, 雷上, 你怎么能将少龙当成外人呢? 雷不韦怯怯怯怯怯怯, 跟着才对起少龙说, 啊, 我怎么会将少龙当成外人呢? 只不过, 他无心朝征, 怕他烦着烦着他而已, 朱基就说, 雷上妍等一阵的耐性都没有吗? 究竟有什么大事呀? 这个时候 吕不韦和汉少龙都知道 朱姬发脾气 而且明显站在汉少龙这一边 吕不韦还没蠢到 要讥讽回他转头 只有培少说 太后千万不要见怪 今次 老臣是进见太后 正要举荐一个最适合的人选 担当刀骑统领 很富豪 皇城安全的重任 各位 这个刀骑统领 其实就是禁卫统领安谷溪以外 最接近皇室的职位 咸阳城的防务 主要由三大的系统负责 即首位皇宫的禁卫军 和负责成位的 刀骑都卫两军 前者是骑兵 后者是步兵 刀骑统领和刀位统领 统合起来 就等于以前 汉少龙在寒丹城的时候 他承手一职 只不过将步兵和骑兵分开来 步兵人数三万 比骑兵多了三倍 但是如果论荣耀地位 负责骑兵的刀骑统领 当然要胜过统领步兵的刀位将军 朱基听到冷言说 旅上不用提任何人选 我已经决定 任用少龙做刀骑统领了 雷不畏猜不到 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朱基 在这件事上斩钉截截 一些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不过面试一扁 向汉少龙望了望 少龙 你改变主意了吗 汉少龙当然明白朱基的心态 朱基这个女人都很厉害 也都不想永远都活在 雷不畏的阴影之下 现在汉少龙既然大得军方欢心 有他做刀骑统领 不单可以抗衡雷不畏 在他心存顾忌 不能够不将他两母子放在眼内 也都可以通过汉少龙 维系同军方的关系 不至于最后都要和雷不畏 被迫站在同一阵线 毫无转还余地 汉少龙知道雷不畏表面上 刚才虽然关怀避志 其实只是逼自己 要他推掉这个任命 那么他就可以振振有词 推荐他心目中的人选 现在还用什么顾忌理 但是他都开明居满要搞对抗 于是他微笑着说 正好似雷上所说 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 少龙朝将个人的事摆在一边 勉为其难 雷不畏听到 眼中就闪过怒息 但是又跟着堆起少龙 说 那就是最好了 难得太后这么上升你 你千万不要令他失望 朱姬跟着说 雷上 那还有什么急事 意思是说 如果没什么事 你就可以走 不要阻止他跟汉少龙 雷不畏虽然心中大怒 但是怎么敢跟朱姬冲突 而且自己刚才的说话 也有点过火 于是贝少说 齐相田丹 坐过国口里院 召过将军旁远 在昨日到达咸阳 希望能够在先皇大笨之前 向太后储奔文案 朱姬冷冷地说 未忘人校服在身 有什么好见 一切等大王入土为安再说 雷不畏仍是第一次 见到朱姬对自己这么不客气 甚至到问题一定出现在 汉少龙身上 但是他一点都不露出自己的心意 应对几句之后 就马上告辞了 过了阵 朱姬叹了一口气 我曾经 严命所有 看到你和大王 说那句话的人 不准将这件事传出去 为令者斩 不畏应该还未知 多谢太后 少龙 我真的很累 做了太后 自己更加不能开口提起路海的事 首先你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你未博先知 知道路海会来勾引他呢 而且一说出来 朱姬说 好啊 那他不来不如由你来代替吧 那自己又怎么办呢 看来 有时历史真的根本都不会改变 朱姬沉默了一阵就说 你要小心一些赵国的旁暖 他是韩清一手提拔出来的人 那是一个著名的中华家 口约缘河 现在做了韩丹的成手 在连颇李牧之外 赵国最负姓名的将领 他今次来秦国 真是要探查我们的虚审 唉 我真的不知道 不畏有什么居心 现在忽然间又和陆国清卿道弟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杭少龙反而没有将这个 自己都没听过的旁暖放在心头 如果不是国开 和朱姬关系曖昧 不适宜亲自来 应该不会轮到这个人的 洞拉西扯了几句之后 汉少龙高辞而去 朱姬虽然不想他这么快走 但是又怕人员 就只要放他走了 刚刚走出了太后寻宫 安谷契迎上来说 储君要见太傅 汉少龙跟着他 向太子殿那里走过去 安谷契声声说 太傅见过储君之后 可不可以对陆宫的将军府打个转呢 杭少龙在心头明白什么回事 立刻点头认好 安谷契再没有说什么话 就将他送到太子宫中的书房之内 自行离去 小盘坐在大殿之内 他叫汉少龙坐下之后就说 太傅 我想杀了雷不毁 汉少龙听到大吓惊 什么事 为什么你这么想的呢 小盘细细声说 这个人性格暴虑 不看见父皇的恩情 比柴狼中要阴毒 又要开国功臣自居 还摆明说我是他儿子的格局 这个人一日不诛徐 我迷世之顺顺利利地行使军权 汉少龙本来就有意思 要联结小盘 李斯王展 跟雷不毁大斗一番 怎么知道小盘的想法 比自己还要走远了几条街 现在就要铲除雷不毁了 不敢又想他犹豫上来 他说 这件事 储君你跟太后讲过没有 小盘就说 太后对雷不毁 始终有很深厚的关系 跟他讲 只比他教训一番 太后 凭你的剑术致计 要杀他不是那么难 赵木都被你逐赌 汉少龙想起 雷不毁手下的管宗邪和莫奥 他心想 你太看得起我了 不过说话当然不可以这么说 弹一口气话 问题是 如果赵燃杀了他 会有什么后果呢 小盘就表现出超越他千年纪的心思熟虑 很平静的说 所以我首先要任命太傅 作为都其统领 再选几人出来 负责起朝廷重要职务 只要我巩固了手上的王权 有没有这个贼者都不成问题 我就是凭母后反对 如果他和雷不毁联手 那我就很难对付了 储君 你疼你的母后 小盘叹一口气 点一点头 杭小龙明白他的心态 这个时候 小盘已经将和尼夫人的感情转移到朱基的身上 小盘说得没错 朱基明知庄商王是被雷不毁害死的 但是只是被颜色他看下就算了 看来 他心里面一定是不舍得和雷不毁之间的关系 我以为你还想杀出他 善公主就是被他害死的了 但一日 我们还未掌握到强大的实力 就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尤其从各个军方系统复杂 方向难测 又有一帮人要勇立成绩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我们要忍一时之气 小盘当堂精神大震 这样说 太傅你肯担当都其统领这个职位了 我刚刚已经答应了你母后了 哎呀 那有师傅在身边 我就放心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又好像变回以前的十元仔 跟着他又沉思地说 太傅你看人的眼光真是天下无伤 李斯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的想法见识都与别不同 他向我指出 如果能够把握机会 凭借我带着强大力量 奋勇进取 这样 不出二十年 就会一统天下 所以我一定不可以放任 呂不韦 这个狼心狗肺的人 把持政局 影响我的春秋大业 杭少龙女的时候才明白 看来李斯对小盟的影响 已经非常巨大 但是自己都很难再当小盟 是个不懂事的十元仔 在秦国宫廷的气氛感染之下 小盟就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将来就是由他一手建立起强大的中国 我还要等几久呢 等到储君二十一岁 行加冕典礼的时候 那就是储君发动的时刻 这句话绝对没错 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小盟听到恶言说 那豈不是我还要等八年 到时候呂不韦 那个世女会更大 更难制伏 在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相本齐下 一方面 利用吕不韦 去对付想动摇储君王位的人 另一方面 我们要培植储君你自己的班底 换言之 就要削弱吕不韦的影响力 在正路上 你可以放手给吕不韦 任何点做 但就用随先来制衡他 以去尽力農辱军方的将领 坏事等吕不韦去做 而我们就做好人 只要抓紧军权 任你吕不韦有三头六臂 但最终都飞不出储君的五子关 所以唱干子里面出政权 你这个千古不韦的真理 小盘听到他整身震一震 枪干子 出政权 他想到的枪干 当然是指刀枪的枪干 而不是自动步枪或者机枪的枪干 杭笑龙听到他这么想的时候 哎呀 又责任自己厚不责言 怎么能将以后的说话 又本来当代说的呢 接着说 眼前 我看储君 可以记住要提拔这两个人 就是王展王斌两父子 你两个人 是任何君主都梦寐难求的绝对猛将 有他们帮你打天下 谁怕一个呂不韦 那师傅你呢 我当然会全力帮你了 但我是外来人 你要巩固秦国的军方 就一定要以他们的人才为主要的力量 小盘走走眉头说 但是你现在呂不韦正在捧着蒙昊 又将他那两个儿子蒙昊蒙天 任为篇掌 好跟着蒙昊南京北土 我应该怎么应付呢 这个正是雷不韦 夹着将我除去的原因之一 如果给蒙昊知道 他两个儿子都差点 明爽在老产的奸谋之下 你说他有什么感受啊 蒙昊这两兄弟始终都会靠向我们的 你只可以将计就计 重用这两个人 那也都可以使雷不韦生意深啊 小盘听完之后很兴奋啊 哎呀真是没有人比太傅更加厉害的了 我知道你怎么做了 两人商量在行事的细节之后 汉小龙就敢先离开 一离开了皇宫 他即刻就来到陆公主的府邸 在内显下人奉上香茶之后 陆公微笑着说 听说你是秦人家后代 不过是汉姓 我在大秦都没听过 不知道你是哪一族的人呢 汉小龙听到心中叫苦啊 他说 我的姓是由娘亲那里来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族了 而至于我父亲 是哪个的妈妈都搞不清 只是知道他是例子大秦的兵士 唉 这个的确是不糊涂张 陆公这个奉行大秦主义者的人 反而没有怀疑 怎么点头啊 照人之中 哪有人散得好像你那样牵牙威武的呢 这种体格 连我们大秦里面都百不一见 我最擅长上人了 当日第一眼看到你 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辈 汉小龙你的时候 已经摸清他的性格 他心里暗暗偷笑 陆公你的眼光真是厉害 什么都门你不过 唉 如果真的什么事 我都知道就好了 很多事 我都看漏了 估不到先皇居然是这么短命 唉 汉小龙默然坐下 陆公突然双眼一灯 射出很锐利的光芒 但是语调非常平静 小龙 你和吕不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汉小龙都估不到他问得这么直接 一下之恶然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看一看